好, 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 繼續和大家說回 接下來7月6日 星期四跑馬地賽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 就叫做獨贏及位置過關 三穿七 和大家買過關, 買回三關 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第一關 就會買這場的第二場 這場第二場是我們二班A難 一千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 馬匹不是那麼多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六匹馬 都是一些比較小馬的場合 金場馬這麼小 但為什麼我們都會買它呢? 我們看看這場馬的馬匹 其實金場馬 有些馬最近蠻厲害的 就像這隻二號聖不嬌 這批二號聖不嬌 其實是最近跑第一回來的 你見到這隻馬的賽事 真的好得吐 而你又再看 詳細看 這隻聖不嬌 最近的第一 是跑什麼路程班次 和場地 和對著哪些對手 其實這隻聖不嬌 上場是說跑 沙田組一千米的二班賽事 跑過第一 而這個第一 其實是贏過 接下來同場不少對手 你見到這隻聖不嬌 其實是贏過 接下來同場的 當家精神 狀元及底 和蘋果寬星 即是說 接下來同場三匹馬 這隻聖不嬌 上陣已經贏過了 接下來都沒有什麼馬 只有那幾隻 他已經贏過三匹了 所以二馬論馬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隻聖不嬌 在接下來這一場 怎麼算 你應該 照道理 都要稱先 這隻馬 正路來說 應該是最兇的 上場用潘頓劇 接下來配分爺馬 拍檔上去 還要跑跑馬 你搭著四檔 靚檔給他 這隻馬怎麼會沒有機會 我覺得這些馬 肯定是機會馬 九成會在這場馬做熱門 這隻馬 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 不過其實這場馬 我就是因為 知道這隻馬 在這場馬 會背飛的關係 就想試一試 駁回同場的其他冷馬 因為我覺得 其實這場馬 有機會是說 有個變數出現了 有機會 就算上陣 聖不嬌贏到的馬 來這場馬 都說會反勝 他也不奇怪 我覺得 真的有這樣的可能性 看到有一隻馬 真的有機會反勝 說的是哪一隻 說的是這隻 5號的 當家精神 其實這場馬 反而想搏懶 試試這隻當家精神 來買 為什麼會買這隻馬 我們先來看看 當家精神的賽事 大家看看 這隻當家精神 其實最近跑了一場 沙田 草地一千米的二班賽事 他跑第二 就輸了 這個第二 其實就是輸給聖不嬌 聖不嬌 是贏他的 但是為什麼 接下來這一場 我們都照樣 選了當家精神 沒有選到那隻聖不嬌 原因就是 如果大家有仔細 留意上陣 聖不嬌 和當家精神 怎麼跑的話 其實你會留意到 一件事 當家精神就是這裡 大家看實 當家精神就是 紅色戰爪指著了 六三橙帽 這匹馬 大家看到了 其實這隻當家精神 上場跑沙田 一千 是排著劣盪來跑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當家精神 上將 在盪位方面 已經是先吃虧了 給別人 對吧 你看得到 還要再加上 你仔細點留意 其實這場馬 他不單是說是當家精神 連形勢也安裝了 你看 頭戰時間 其實就是 沒有埋難 沒有埋難 也不止 還要走外面 來跑 這些跑法 是防止塞車 但是 其實 都是說 沒有那麼好處 再加上 金場馬 他都留後來跑 其實 很明顯 金場馬 就不好處 因為金場馬 都是在做慢步速的賽事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其實你就會知道 金場馬 真的是慢步速來的 時間不快的 頭600米 在做33秒 83 這些時間 比標準時間慢的 慢步速 根本就完全是不來追 但是 居然這隻當家精神 能夠在被動位置 外跌 殺上來 以一個勁勢 他真的 以一個勁勢 衝上來 跑到第二 最終 他的勢很好 真的 有賀銘連騎 都能夠 騎得這麼好 跑到第二 輸的聖不嬌 其實也不太遠 所以 接下來這一場 我覺得這隻當家精神 其實是有資格 反勝 聖不嬌 因為上陣 他都蠍營 很厲害對跑 接下來這一場 還要轉過去跑 跑馬地 轉過去跑 跑馬地 跑一千米 這次他牌照的三檔 其實就是相當好跑 這些檔位 對於他來說 是相當之好 和上陣的劣當 完全是兩回事 他上陣 還要輸給聖不嬌 其實他的負榜 是說 沒有加度 反而這次還減了 上次背著127磅 今次是120磅 這次比上陣輕了7磅 而相反的聖不嬌 比上陣輕了2磅 即是說 這隻當家精神 在來的一場 其實好處 聖不嬌 5磅 好處 反正他都完全不奇怪 這次 偉達都特地安排 這隻最近有狀態的馬 給希偉森 無緣無故給他親生兒子 離對騎 這些馬 不排除 想益一下希偉森 想保重也不奇怪 即是說 給一隻頭馬 也不奇怪 所以這次馬 我也想試一試 這隻當家精神 來買回 看看接下來這場 他有沒有權 有沒有資格 反勝得到 聖不嬌 在接下來這場 真勝得到 甚至說 入到格 好了 講完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我們的第二關 我們的第二關 會買到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 是我們的五班草里A難 1200米的賽事 金牆馬上 又是12隻馬匹 都滿了馬 但是金牆是特別小小的 因為金牆馬 有很多最近跑近的馬 大家看看就知道 金牆馬的什麼大家開心 最近跑近跑第二 這幾個很厲害的 這些近跡 再數三號 旺鋪永勝 最近又是跑了兩個第四 一個第一 贏過馬 又是幾入料 再數下去了 五號的陽光鑽旗 這場馬不弱 跑到第三 回來的 六號的精算奇然 最近也跑第二 第三 又是跑近的 去到八號的這隻 鑽爵士 最近又是跑第三 第四 都不差 最厲害的 就是這隻十號的 煽露光鳴 這匹馬 最近是跑第一 更厲害 所以金牆馬 你這樣數一數 已經是說 有六匹馬 最近有近跡 有狀態 有表現 所以實力馬 是不是多 很多實力馬 在金牆馬上 所以看起來 都相當之亂 在這些這麼亂局的場合上 其實我只想搏一隻馬 給那隻懶馬 來試一試 有一隻馬 他最近表面上 看起來 成績不太好 但我覺得 來這一場是有機會的 想試一試 說的是哪一隻 說的是這隻 最近跑過第十名 跑得很差的 十二號 怪獸豪俠 來買 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怪獸豪俠呢 怪獸豪俠最近近跡又不是好 跑過第十 這麼垃圾 對比同場其他馬 都真的差一點點 剛剛數過給大家看 真的很多跑近的 為什麼今次我們仍然不會買它呢 原因就是 如果大家仔細一點 看回這隻怪獸豪俠 上將這些第十點跑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到 這隻怪獸豪俠 雖然上將輸了跑第十 但原來他輸起來是有原因 上將輸得 絕對是不差的 我們可以一起看回 怪獸豪俠上將是哪隻馬 他怎樣發揮 怪獸豪俠 就是這裏 紅色戰隊指著了他的 橙色黑帽 這匹馬就是他 看看怪獸豪俠今場是怎樣跑 今場馬 怪獸豪俠 是搶前來對走的 你記得到 頭幾步已經搶得很快 在那些 第一、二位 真的 搶得很快 但無奈地 今場馬 其實是很多馬 所以他會被人頂 儘管他搶得這麼快 也好 他會被人頂 因為太多快馬 真的 頂了一個二、三碟的位置 來跑 整排馬 前面你真的搞到 你看 快馬有多少隻 一、二、三、四 四隻已經是拍著來燒 拍著來走 再加上這隻 其實是五隻快馬 這麼多快馬走 你當然是吃虧了 放前走的馬 所以這隻怪獸豪俠 是跑得很吃虧的 所以你看到 步速是怎樣 今場馬 步速其實就是 很快 這麼快步速 拉快了 給這五隻馬 所以這隻怪獸豪俠 是完全不利的形勢 不利的場地 來跑 所以 導致最終 就輸毀了 跑第十回來 所以這隻馬 其實上將輸 都輸得絕對有原因 真的輸得很不底下 這些第十 是被後上馬 在後面衝過了 今場馬 好好追 有些馬 衝得很好 多愛疊 多厚 多被動 都照樣實 都上來 所以今場馬 都好來追 這隻怪獸豪俠 上去一下 算是很不看的 但是 接下來這場馬 再出來 跑的話 就有變數了 整個形勢 整個條件 接下來這場 都完全不同了 這隻怪獸豪俠 因為 你看看 接下來這場馬 其實它不是排著 上次的七檔 這次排著一檔 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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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檔 一檔 一檔 跑馬地的距離是更加好處 因為跑馬地的對手比較弱 這堆馬對比上次的沙田對手偏弱 而且之前在今季 他6月14日也跑過跑馬地的賽事 你都看得到他的成績 他是跑第三的 排著劣檔12檔 由巴道來對跑 是跑第三的 這次排名十二檔 跑同樣的六層班場地 所以我相信 他應該比之前跑第三的成績更好 這次還要繼續放遮前騎舉 騎得好的騎士上去 隨時保重都不出奇 這次還要打完王牌 隨時是想贏的 這次是想咬的 這次他真的是 打王牌出擊 所以今場我們也想選擇 這隻十二號的怪獸酷合 來試一試 看看這次的條件這麼好 能不能夠靠著他的輕磅 一檔 放回來贏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頭兩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第三關 我們第三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八場 這場第八場 就是我們的四班草莉A難 12米的賽事 今場又是這十二隻馬匹的場合 而在這場馬上 我簡單單單 就想買到一匹馬 至於選到的馬匹 其實就想選這隻一號的 歡樂之寶來買 為什麼今次會選到這隻歡樂之寶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這隻歡樂之寶 最近的賽則是好得爆 我覺得這隻馬的成績是極之好 這隻馬上場在6月14日 跑這個跑馬的草莉千妍的四班賽事 初出排著十檔劣檔 由何宅耀騎 就已經能夠跑到第一回來的 這些成績真的好到極的 不是跟你說笑 大家可以看看這隻歡樂之寶 上場的何宅耀騎 上場馬這隻馬是排著十檔劣檔 這裏就是他 紅衣白帽的這匹馬 紅色箭嘴指著他 大家看看歡樂之寶 今場是怎樣跑的 其實今場馬 他很明顯排著劣黨的關係 所以被人頂 頂了一些二三碟 所以他焗流 留在那些尾聲的位置來跑的 今場馬流到這麼厚 擺明就是吃虧了 擺明就是不著數了 你看他 後面的馬其實不斷推騎 看到嗎 因為今場馬 其實被人放到的步速是很慢的 你看看今場馬是極慢步速的賽事 比標準時間都慢的 慢步速根本完全不利後上馬 離隊追離隊衝 當時是很不利的 那些後上馬 但是你看下去了 去到轉軟入直路 這隻這樣的新馬 上場初出而已 都能夠在大外跌 哇 老遠的 你踏到多少 十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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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來跑的 這麼遠 吃著要慢步速 後上殺 跑到第一 喂 真的 贏得很輕鬆 這隻馬又大隻 收了薑 這樣來贏 所以我覺得這隻 這匹馬 很明顯是一隻 非常有實力的馬 這隻歡樂智寶 看他上場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他是超斑 這隻馬是超斑馬 看他上場表現的話 相信他是未來的超新星 這些三歲的紐沙利行馬 接下來這場馬 他繼續跑回跑馬的四斑 做到1200米 跟上次一模一樣的路程班 上場地 但是 搭個五檔來跑 由上場十檔的烈檔 變成今場的五檔靈檔跑 我覺得他很著熟 上場還要是 何則耀贏他 這次回答他 是正好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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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停留在四班 這隻馬還有水位 我覺得 這次打了黃牌 繼續來跑 隨時就說 贏多一場都不奇怪 因為這次 他是故意不升班 不升班 什麼輕綁 他是繼續想用回何則耀 在四班 什麼重磅 135 來得去 來得去 贏的 他真的想在四班 再贏很多場 這次 這次還要 他賽前操練 積極到暈 你看看 這隻 歡樂之寶 可以是說 賽前 由何摘堯 親操他 華將一哥親操他 做足準備功夫 何摘堯 親操他 才說再出 其實對上一場 都沒有這麼認真 這隻馬賽前 你看看 何摘堯 都沒有親操他 是何摘堯 上次跑完 知道這隻馬 有料到 這次賽前才親操他 所以我覺得 這些馬 不要小看他 何摘堯 最近真的拿著很多實力馬 很多超斑馬 尤其是那些新馬 他 騎到那些新馬 都有料到 今季 何摘堯 要越來越多馬 選 所以今場馬 我們會選 由何摘堯 這隻歡樂之寶 來對試一試 看看這隻歡樂之寶 在未來的一場 能不能夠繼續 吃著他 旺勢 吃著他最近這麼好的狀態 繼續贏馬 好了 講完今場馬 這條過關之後 就來對講 幫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的投注策略 就是獨贏及位置過關 三川七的這個彩詞 那 就用這個彩詞去買 我們這條過關 就可以了 這次就是這樣買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試這條過關 在未來的這個賽馬日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祝大家 贏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